美拉尼亚的幕僚长格里山在推特上宣布 假期安排更新 今年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庆祝感恩节 对于特朗普夫妇来说 这个节日计划一改过去三年来的传统 他们通常会在感恩节前夕飞往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 与更多家人共享火机晚宴 去年 总统出人意料地访问了阿富汗 与那里的美军共进感恩节晚餐 之后返回佛州与家人团聚 当被问及总统今年为何改变计划时 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尼 11月18日做客福克斯电视台时表示 总统正在就疫苗 驻军数量等问题努力工作 自拜登被主要媒体预测为大选赢家之后 特朗普拒绝承认失利 并在多个州发起挑战机票结果的诉讼 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指责选举舞弊 媒体报道称 过去两周中 特朗普将自己禁锢在 椭圆形办公室和白宫 不断地看新闻并在推特上公开宣称 自己才是赢家 特朗普的助手表示 总统的情绪经常是阴郁的 他用地保心态来形容总统的心情 另外一名助手表示 特朗普相信他的支持者 希望他继续对抗选举结果 他表示 特朗普比一开始更执着于自己的立场 他认为这些人是他2024年的基本盘 这个国家一半的人都是为他而战的战士 他必须继续战斗 尽管总统并没有承认败选的迹象 但是他的私人律师科恩曾预测 他会借着今年晚些时候赴福州海湖庄园过圣诞节 之后不再返回的方式离开白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